教師既要兼顧教學工作 又要參與在職培訓 實在有賴校長的領導和有系統的安排 以下我們可以聽聽兩位校長分享 如何安排教師接受培訓 回來減輕了現有的老師工作量 他受訓的時候他覺得都是一個舒展一點的環境 即是時間 第二就是我在工作上高之外 我在會議 在文件上高 我盡量減少老師這方面的工作 因為人的時間是有限的 另外有氣而已 你又要去培訓 又要去做文件 又要去開會 又要教書 這個秘方 我最不需要的精度就是培訓 我看下去都不做這件事 但是我令到他在開會 在那個時間上高了 他有了時間就可以想多些了 我可以在其他方面做得多些的進修 這個是我自己的整體 在一個大方向去做 第二就是我會給同事感覺到 我會引導到同事覺得 在這方面他做到他的成就 甚至在他的職業生涯裏面的發展 無論是進修也好 他自己的成功感 滿足感 甚至他覺得這方面是自己的興趣 在學校的層面方面 我們就會首先考慮 就是校封組或者學生支援組的成員老師 是優先接受培訓的 因為我們知道 這些的老師比較多是有機會 接觸一些SCN的小朋友 假如他們能夠接受有關的培訓 相信在那個知識或者技巧層面 他們都會加強 是能夠幫到他們有效處理SCN的學生 而第二個層面 我們會考慮就是科主席 作為一個科的領導 我們期望科主席學完之後 都能夠將有關的知識 帶到去科會和備課會當中 讓老師更加了解 怎樣在課程 教學和評估方面 有效地去照顧SCN的學生的需要 而最後的層面就去到前線的老師 我們在考慮安排前線老師 去接受培訓的時候 都會讓一些資深的老師 先接受培訓的 因為我們期望比較資深的老師 都多些去接觸一些新的事物 學一些新的策略和技巧 去處理新的問題的 教學會從人到達到雙方中 教學會通常 介紹了解 聽音樂